学佛没有终点 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的修行 学佛没有终点 重要的是持之以恒的修行 圣起法师勉励大众 持续供修精进 念佛是很方便 随时都能做的事 最主要是念佛念佛 念自心 自心本来常清净 念佛功德不失意 供养三宝得南粮 念一生佛号 阿弥陀佛 最少有五十尊的佛菩萨在跟你加持 所以念佛法文是在这个时代是最方便 你蹲在厕所你都可以默默的念佛 你吃饭也可以默默的念佛 心进佛土就进 用这个方法 有的人很忙没时间念 用这个方法你随时都可以念 出声念 默念 金刚词都可以 大家都敬词 一报声 同声极乐国 感恩大家看到的 听到的 大家身体健康大法材 好心好想吃饭你往往真正所下 疫情是全人类的共业 全球确诊以及死亡的人数持续攀升 台湾现在还没有冲击 但是我们应该替所有的众生忏悔发愿 人人做好事 种福田 净化身心 净化社会 十方新闻 万国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